紫維跟天虎如果合在一起 在隱身这条线又碰到左腹右臂 那你得好好掌握同宫或者是对宫的主星 配合得当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把你往上直接推升四颗星 这四颗星是第一棒的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课精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左腹右臂 这两颗星在我们的命盘里面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的社会都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你才有办法成功立业或者是积极财富 这一点拿到命盘要先检查 你的左腹右臂在什么宫位第一点 第二点跟什么主星组合起来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的指挥斗数同步断结 就是要找到你自己本身已经准备好的条件 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找什么人来扶助你 公位跟赤化的启动一定非常的重要 来 我们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左腹右臂 他是最大的强而有力的辅佐的人才 而且他大功无私 只要跟他在一起 无论好的坏的他都是两肋插刀 绝对扶走你到底 同样的这两颗星跟什么主星在一起 他的扶走力量就帮你向上 跟不对盘的主星在一起 他就会扶走你往下走 哇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完全是两个极端 怎么样才能够来启动左腹右臂这两颗星 只为天腹太阳太阴 这一种碰上了铜弓或者会照 或者在对弓 他的扶走力道就很大 你就要善用看在什么公位 从那个公位所掌管的事项 进行寻找你可以扶走的人 如果是不对盘的星 那么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些人扶走你往坏的方向走 你要如何让往坏的方向走 缓过来往上拉 把你往上拉拔 这个就是我们写紫围斗树 同步断结最重要的命理价值 这种贵人跟助力的对象 是来自哪里 这很重要 不然你找错对象就没用 最重要的注意 是你事业的合作伙伴 还有同学 还有自己的学生 自己的部署 这才是你要寻找的助力跟贵人 这一定要掌握这个对象 你掌握错对象 走五右臂 对你就产生不了作用 来我们再接着介绍 同攻很重要 同攻或者是对攻的主星 配合得当的话 那么它就可以把你往上 直接推升四颗星 这四颗星是第一棒的 紫围天虎 紫围跟天虎不一定要同攻 紫围的三方或者对攻 有一组一定要一组 一定要碰到走虎跟右臂 一组 如果担心 那你的力道当然就比较轻 就比较小 那就要看你如何在环境中去应用 天虎也一样 紫围跟天虎如果合在一起 在隐身这条线 又碰到走虎右臂 那你得好好掌握 如果在命宫 哇那太棒了 那如果是大线的命宫 榴莲的命宫 你都应该要好好地掌控 至于在其他的六轻宫 那你得要善用你的六轻 来帮助你成大宫立大业 接着就是太阳跟太阴 太阳太阴这两颗星要妙望 也就是很亮的 比如说这颗太阳就很亮 这颗太阳就不亮 这颗太阳就不亮 这颗太阳就有点亮光 因此我们在紫围斗树命宫里面 最重要的两颗星就是日跟夜 日就是太阳 夜就是太阳 因为他最注重的就是 光芒要适射 或者夜光普照 那又加上很好的辅助之星 那么他所发挥起来 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四颗星最重要 那其他的星各有其性质 我接着再介绍 先讲一个案例 你看这一颗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个大老板级的案例 你看他右臂碰到太阴 太阴是不是没有亮光 没有亮光 怎么样才能让这一颗太阴产生亮光 而且他是在兄弟宫 他的左斧在交友宫 左斧在交友宫 这颗太阳也没有亮光 那怎么办 所以一个人会不会成功 决定于你会不会应用 比如说这位大老板 他的命宫做钉杆 命宫一做钉杆 怎么样 太阴化路 太阴一化路 把本来太阴没有亮光的 直接化路 那命宫就是自己的想法 跟自己的行为 那你的想法行为过积极 兄弟宫就是要成大宫立大业 要什么 命宫入入兄弟宫 这条宫是记起来 那就是什么成大事想做大事的人 再加上什么 有幼壁星 幼壁星就助力 所以他透过他的同学的介绍 同学还有他那个业务员 一下子都开展起来 所以幼壁很重要 幼壁很重要 那太阴要化路 今天把公事都告诉各位 你看他左斧跟太阳在交友宫 交友宫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客户 代表他的长官上班族 还要代表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喜欢助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太阳在这边是落线 对不对 落线没有亮光 左斧是很大的助力 可以帮助太阳 你看 所以他就要善用耕杆 善用耕杆让太阳化路 所以你掌握这个公事 那就不得了了 来接着看这一位 接着看这位 这个是女性 太阳在这里很亮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又是什么 又是这个右臂星 右臂星 那他的这个位置是什么 交友宫 交友宫 所以他也毕业 一出来碰到好长官 碰到大老板级的好长官 立把被提拔了 对不对 这一位他的太阳在交友宫 右臂星 然后他的走武在太阴 在这里 是他的什么 子女宫 各位一想就知道了 交友宫跟子女宫 是三方 所以这位命主人非常好运的 毕业的时候就碰到好长官 子女宫是什么工会 我就不用讲了 你们都知道 交友宫是什么工会 你们都知道 立马就变董良 怎样 所以命啊 我告诉你 当然有的学者的航空长 我的命牌跟他一模一样 你讲的都不对 我根本就不是董良 我也没有嫁到好老板 我也没有嫁入豪门 我也没有起豪妻 为什么 要这样子必须有三个条件 所以命盘相同的人很多 造化确实不同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掌握环境 只为多数同步断节 厉害的地方 就是要掌握环境 掌握迹象 然后你要会启动 你什么都没有准备 那你就等着贵人路边过 接着我们就要往下看 看其他新的组合 那这些新的组合 你就会掌控 如果你不会掌控 那你就会被你的什么 走虎右臂 两肋插刀的朋友 直接就把你往下拉下去 嗨大家好 选金跟新京车队 在此郑重的 跟我们的学者会员们先告 经过这段时间 学者反映 我们新京车队的指挥朵数 整个的被搬运 被盗版的相当的多 尤其是我们的线上课程 在此郑重的向我们的学者 跟会员说明 如果你去购买的是盗版的 那险金的新京车队 不负任何的责任 这一点希望我们的学者 跟会员能够理解 在YouTube 我们的新京车队指挥朵数 是唯一的工作室 没有分支 也没有所谓的授钱 这一点希望我们的学者 能够理解 我们为了回馈 我们的一字花会员 会不定期的 我们就会开直播 直播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一字花的会员 对于指挥朵数同步断结的公式 如果有疑问 那请你在Google的表单 直接填写小编会整之后 在开直播的时候 有小编帮你提问 由我显君亲自来回答 那直播结束之后 影片就删除 因为实在是被搬得太厉害了 这样对我们的学者 还有我们的会员 还有购买我们线上课程的 这个支持的 会员跟学者们 非常的抱歉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好 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学者们 跟会员们都能够体谅 谢谢 谢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